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你说啦 我是希望你跟小李干脆不要合啊 一路吵到明年直接离婚 但我也不是那种人 我是觉得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啊 讲完了啊 你干嘛啊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那一年你离开了之后 小李一直哭一直哭 我以为想办法安慰他 逗他笑 逗他开心 他还是哭 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那一开始 我再也没有看他哭过 但想你知道 那是他装的 在他心中 你又是他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才会愿意为了你 一个人跑去学校 找那个女老师的资料 所以你说不成这样啦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真心想要帮你啊 从小到大我都在等 等我爸回头等我前那样的时间 在诺言我等 等到从希望变成失望 我明明知道那个人永远不会回来 但是我还在等 所以我懂武叔为什么还留在月村 不是他不走是他不能离开 虽然我不像你一样那么厉害 去国外读书 但我敢保证 小李我比你还要了解 他就是爱逞强 虽然不承认 在他心中 你永远是他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朋友 之前那男朋友的事情 你帮了他一把 所以他才会一直拼了命想要帮你 所以啊 就算他吵破了 你也别跟他计较 拼他的智商 他现在一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 我还回来的 你不明白吗 小海 你们应该要认识一下 我说过 宇宙是分一分啊 但我不是那种人 我是觉得 我看到大家有话把心里面门在那边都不说 搞不好憋死了 起死 谢谢你 谢谢你 小李啊 我看哦 以后阿尖的事情你还是不要管好了啦 不然两个人常常为了事情吵架 知道吗 我才懒得跟他吵耶 谁要理他 对啦 没事就回来帮我一下 我又要竞选 要拜访 还要忙里忙外 我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回来帮我一下 对... 你就回来帮他的忙嘛 你这么会卖东西 你就把艾滋乌 当成是你这个购物台的产品推销嘛 对... 这样我们家小海 也不会像陀螺一样 一下要转进来 一下又要转出去 还要被你妈 陷阱一下 不知道陷阱一下 奇奇怪怪啊 我才不要耶 那超无聊又浪费生命 说得那么严重 不然你能做什么啦 你那个包包啊鞋子通通卖完了 你还要靠什么生活 我总是会找到我要做的事吧 什么事 你是我女儿 我还会不了解啊 你就像你娘一样 嘿 胸无大致 你现在可以找一个 赚钱的工作都不容易了 你还挑挑挑挑 挑什么挑啦 好啦好啦 我洗完了啦 哪有洗完 你这黑一堆啊 陈希姐 陈希姐 你要是平常没事也可以当直播主啊 你以前不是最擅长主持的 每天只要直播十分钟 就可以赚钱 错吧 那你自己慢慢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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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来了 这是我特制的鸡肉丸子 一起吃吧 坐 这很好吃 这个什么 好吃可以多吃一点 你记不记得以前小时候 夏天的晚上 阿公总说会带我们到院子里 一边看月亮 一边讲故事给我们听 他以前都骗我们 说不可以用手指月亮 不然月娘会生气 会割我们的耳朵 害你都不敢吃 你不会现在也相信吧 你看 你干嘛乱吃啊 你不怕被割耳朵 你还是相信哦 南月里 对不起 你干嘛 突然跟我对不起啊 小时候 我破坏了跟你的约定 离开月春 对不起 但你放心 这次不会了 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已经说了要留下来 我就一定会留下来 其实承诺这种事情 本来就不容易做到啊 自从我爸离开之后 你也离开了 我才明白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实现他的承诺 那还不如 一开始就不要说 其实你也不用跟我道歉 因为我已经不是 以前的南月里了 小时候在意的事情 长大才知道 其实根本就不重要啊 你不信 你不信的话 我就指月亮给你看 你刚刚自己叫我不要指的 我就偏样指 谁叫你不信 你看 好啦 你很无聊耶 我相信你 南月里 你愿意 重新跟我做朋友吗 你可以拒绝我 也可以一辈子跟我绝交 但不管怎么样 对我来说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在说什么啊 而且当初是你先不跟我当朋友 我才跟你绝交的 我 对啊 以前小时候我们打来打去的 可是为什么那是受伤住院之后 你就再也不跟我打架了 他对我怪怪的 我才觉得你怎么了 是因为 是因为 小蕾 我想睡觉 你不要睡着 你千万不要睡着 你千万不要睡着 因为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一直害怕 害怕你会消失不见 害怕会失去你 可是明明消失不见的是你啊 说要当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结果自己却离开月村 留我一个人 但我现在回来了 南月里 你可以再跟我当一只朋友吗 我发誓 我绝对 绝对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了 那就要看你怎么表现咯 吃完这个鸡肉丸子 突然觉得口好渴 我 我有准备饮料 这是我特制的 你喝喝看 吃完这个肉有没有菜啊 有 等我一下 你一个人用这么多东西都不会累啊 不会啊 为你准备的 你的屁咧 一定是马慧要帮你的吧 马慧她才不会帮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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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